好, 真棒 蹄子炒泡泡, 很漂亮 好嘴嘴, 為什麼泡上去? 這是隱藏潮食法 有網友分享 只要把這麼好的蹄子 用氣泡水泡幾個小時或過夜 氣泡就會風傳在蹄子皮裡面 吃的時候只要用口一咬 蹄子的味道就會隨著氣泡 在口裡爆發, 爽得爆 氣泡水泡, 應該沒夠爆 沒夠爆發, 再爆一點嗎? 當然, 不用氣泡水 他用氣泡酒泡水泡 不僅爆發, 還很興奮 我還沒成年, 不能喝酒精 那倒是, 你不看一看 我忘了你的智商還未夠18歲 就是今天吧 對, 你有發現嗎? 對, 你有發現無論中、西、小食或主菜 卷, 即是肉類這種菜式很普遍 對, 我隨口都說得出了 小食有春卷、潤餅、越南米子卷、墨西哥卷餅 主菜有白菜卷、腐皮卷等等 數也數不完 那倒是 你知道卷通常有兩種以上的食材 它的味道互相交疊 有些配搭真的挺出乎意料的 你還記得廣州有一家老牌酒家 它有一個魚片牛肉球卷 對 這樣的配搭這麼新鮮 你別說味道就出奇地配搭 對, 我還記得 其實只要跟老筋 其實可以有很多配搭, 還可以做 我今天想了一個新組合 不如馬上做什麼試試 真的?好啊 Vicky, 我今天會做一個春卷 但你知道春卷裡面的餡料 幾乎是萬物皆可卷的 你吃完的菜頭菜味也可以 切些蔬菜鴨也可以 那倒是 今天做一個豆腐口味的春卷 就是鹹蛋黃煮豆腐 煮完豆腐之後就包春卷 不是那麼淒涼吧? 我以為是捲鮑魚, 大哥 捲豆腐 鮑魚, 留給你下次 用豆腐做春卷餡 夠卷出好奇新味道吧 真的有點辦法 豆腐我做鹹蛋黃煮過 包出來之後, 豆腐就嫩 春卷皮是脆的 外脆內嫩 一口咬下去就煮了一口 裡面好像爆漿一樣 對 我先做鹹蛋黃豆腐做餡料 我選擇蒸煮豆腐 滑一點? 對 對, 嫩滑一點 切至你喜歡的大小 中間切成一口 我曾經試過有一個豆腐做餡料 像蝦餃一樣 它用蝦餃皮 包含水煮的豆腐 一旦咬下去皮已經硬了 你咬下去, 它有點像打芡 一聲就爆出醬汁 我想也好吃的 我吃過一些比較特別的水煮於春卷 煮好的水煮於冷凍, 變成固態 包在春卷上 炸熟春卷的時候, 固態會溶解 吃的時候就爆出醬汁 你這個差不多效果, 是嗎? 這個就沒那麼爆 這個就是嫩嫩的, 濕濕的 鹹蛋黃, 最好選擇新鮮的鹹蛋黃 是 比較粉, 而且香味比較好 鹹蛋黃水滾十多分鐘 趁熱, 把它擦爛 冷凍後, 硬了就很難 很難猜測 很難猜測 你配一些這麼淡的食材 不知為何出奇又這麼夾 對, 我也不用硬得很幼 因為我們不是做奶黃流心的餡料 我想吃豆腐的時候 咬到鹹蛋黃的一點… 一粒粒 一點粒粒 硬完之後, 蛋黃中間有粒硬的東西 好像粒滑一樣在中間 對, 這些硬的我就不要了 吃的時候, 全部都是鹹蛋黃 對, 我就選擇 這個通常看到很多都會放牛油 爆鹹蛋黃 對, 你煮蛋黃蝦 蛋黃蝦就用牛油 但這個用普通油就可以了 對 好, 接著就可以把鹹蛋黃放進去 牛油會搭配豆腐的話 我想會比較膩 我普通油就可以了 我煮的什麼蛋黃蝦、蛋黃蝦 我一定用牛油 對 蛋黃比較吸油 我們不如我多加一點 我們要炒至起泡 是, 一定要起泡 起泡才可以 才融合到其他食材 現在鹹蛋黃已經發展到什麼? 鹹蛋黃苦瓜 鹹蛋黃青豆, 全部都有 好, 只要你喜歡吃的食材 基本上都可以… 萬物隔開鹹蛋黃 對… 煮到它起泡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豆腐放進去 這麼厲害? 對 輕輕搖勻 豆腐千萬不要炒, 像是爛的 接著就加雞湯… 對 好, 我們輕輕再搖勻 這個一定好吃 對 因為我可以做一個餡料 所以在調味道加一點 是… 加上胡椒粉 其實鹹蛋黃, 你說鹹蛋 鹹蛋黃其實不鹹 對, 鹹蛋黃是很鹹很甜的 你加點糖, 它就可以變成甜味 很有道理 對, 你做那些… 如果加糖的菜是鹹的 我覺得是真的鹹蛋 加糖, 加糖的奶黃、流心 就變成甜味了 對 對, 是嗎? 我說錯了嗎? 對 對, 真的 對, 我們慢慢收 需要打獻嗎? 不用… 慢慢煮, 它就會慢慢稠 你見到最初煮的時候 豆腐的邊緣很鮮明 煮到入味, 豆腐慢慢軟化 豆腐就差不多了 煮一煮一煮, 豆腐明顯就軟了 開始尖角的位置 對 開始會軟軟了 對 好, 你試試味吧 好 看看是否適合你的口味 嘗嘗你說適合做餡料的味道 究竟是… 很香 是的 夠不夠? 是真的 是的 現在真的夠了 是的, 夠了 你煮到什麼稀的程度 你包出來的蔥卷, 吃下去的時候 就還原這個稀的程度 如果你想結實一點 你就煮久一點, 收緊一點 如果你想吃下去的時候 鬆一點, 稀一點 這樣就差不多了 就這樣了 對, 放在雪櫃裡 雪櫃半天左右, 讓它冷了 平了之後, 就很容易包在蔥卷裡 然後就可以包春卷了 包春卷, 我要先打開棉壺 我知道了, 棉壺是用來黏著蔥卷的 對, 封口那裡 對… 大概一比一, 水到吧 有些人用雞蛋的 我喜歡用棉壺就好像比較黏 這個實質很多 對, 黏得好一點 好, 看看你怎麼包 冷凍後, 平身很多, 對吧 是 我們就放在這裡 好, 差不多了 我把蝦子放在上面 還加了蝦子 對 這樣才會有鹹香 其實包春卷最重要是不要包得太緊 鬆鬆地 炸的時候, 每一層才會脆 那你中間的會變成硬 對… 太緊了 對, 塗一點麵糊 包好之後, 鬆鬆地 鬆鬆地, 炸出來, 每一層才會脆 是 對, 要用最古老的方法 先試試一下 對 炸東西, 千萬不要在中間放進去 我們在鍋邊敲進去 就一定不會彈到 是嗎? 很漂亮 而且炸的時候, 千萬不要太大火 因為春卷皮很容易搶顏 以目前為止, 這樣看也… 真的很好 我還怕如果一炸, 這些豆腐 你知道有這麼多水 我還怕它會擠出來 我沒事 它又不是液態得很柔軟 你始終蛋黃和豆腐 都很濃稠 那就不會那麼容易 這是什麼? 西哥真的很喜歡吃春卷 很脆, 蘸芹汁等等 對 最重要是蘸芹汁很美味 對 好, 看來它上色很漂亮 我們可以輕輕地加一點點火 再逼迫它 這樣就可以撈起來了 真帥 好漂亮 對 然後攪一攪上桌就可以吃了 這個豆腐的清淡 配上鹹蛋的濃香 你也想到這樣的組合 我們也想到, 沒得輸了 不如你先嘗嘗嘗嘗嘗嘗嘗 當然要 有些懷鹽、澱汁等等都可以 這些金沙, 即是剛才的鹹蛋黃 你一咬下去的時候 它真的做主角 配上軟滑的豆腐 是 還有蝦子配上鹹蛋黃的味道 鹹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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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鹹 其實說到西式的卷菜式 我吃得最多的就是意式肉醬卷 是 你今天會不會做意式菜 你找得好 甚麼顏色我都分不清 自由式 是 待會做給你看就知道了 好… Vicky, 現在的食物潮流轉得很快 快得有時候我都跟不上 是 之前在深圳很流行的 芝士蛋糕、包裝泡芙等 現在的排隊名物是瑞士卷 味道更多, 你還沒想到 瑞士卷其實真的不是新的 他們很厲害 加些新鮮水果、新口味 再推銷市場, 這樣就行了 最重要是什麼呢 最重要是有你這種事 打卡來生命的人 還不排隊? 你說得對 你今天準備了甚麼卷菜式 是否適合我打卡 你打卡要求不低 我這個當然能打卡 打來看看 很滑, 別省眼 好 今天這個卷是龍利蝦膠卷 再加一個西洋菜汁 真是很特別 說明龍利, 我們今天快點 第一個步驟是處理龍利 我們先把龍利的頭 斜斜地切 上面這個位置的肉 是去到頸部這邊的 下面的肚子就無所謂了 斜斜切就對了 那條尾也切掉 好, 我們先把它切掉 好, 那我們的臍位 就是這個… 是 貝奇 我們也要把它剪掉 用剪刀器 我們是第一次見到起魚柳 用剪刀器 是的 不是起魚柳 剪了貝奇出來 用刀器可以? 用剪刀器 這樣極高技巧的東西 我也可以用剪刀器 腹歸, 即是魚柳的下方 它也要這樣剪掉 對, 魚柳 基本上差不多是這樣 然後就起樓了 很簡單, 慢慢煮 是 這些是龍蜜、蜂蜜 很少骨頭 是, 只是中間調煮骨 中間開刀, 這樣就容易攪拌 是 在這裡很輕鬆地煮 好了, 解開了 慢慢煮 是 其實挺好玩的, 不急就行了 慢慢來, 有時間慢慢攪拌 其實很容易 因為沒有細骨阻礙你 是 相對來說, 肉比較窄 是 其實肉不太厚 魚本身也很扁 就是這樣 廣東人多蒸, 煎也有 在英國、法國的人 龍蜜是其中一種很高級 很受歡迎的魚 只是廣東的便宜魚 是, 龍蜜比較厚, 漂亮 除了一條主骨之外 它沒有幼骨, 他們很喜歡 明貴的龍蜜是在一個很有名的港口 叫做多佛港 它捉的龍蜜, 我叫做多佛龍蜜 多佛酥 這麼大一條, 你需要差不多600元 港幣 我吃過是喜歡鹽焗的 對, 整條 整條 然後在你面前博分, 搜尋了些鹽 對, 有經理很優雅 對, 擦肉 擦肉 他們很有儀式感 他們是… 其實這些肉… 因為它沒有骨的關係 其實你蓋這些魚柳 其實不是很大… 要很高強技巧 你不斷順著骨 是 割一下就行了, 是 肉真的不多, 不夠厚 我們所謂的刀斧酥 肉差不多兩倍厚 不過我明白的 因為今天是做卷菜 太厚了, 比較難捲 博就容易捲 對, 沒錯 好 魚柳就蓋好了 就是這樣 好, Jackie, 現在做蝦膠 這是最方便 最懶人的方法 蝦肉 就是這樣切一顆 是 因為我要一個比較軟滑 差不多像慕士一樣的蝦膠 蝦肉, 切一顆 放進攪灌器 在蝦裡加鹽 因為加了鹽 之後比較容易起膠 對, 把蝦肉打開 讓它先起膠 來, 起, 折 其實你看它是否起膠 很容易 它一打就散開了 是… 但如果你真的起膠 它好像變成球 對… 是… 現在開始上膠了 在法蘭西做蝦無養的慕士 通常我們一定會有蛋白 這個蛋白有少許 不需要一隻 這個份量半隻就夠了 先打一打 不斷, 幾秒就可以了 又開始了 它好像明顯地順滑了 我們就加忌廉了 很快脆, 也是十多秒就可以了 我們就開始再加 其實這種動作 如果是你真是傳統的法國人 如果做一個慕士 這些是用手打進去的 是… 就是你打碎了這個蝦 然後就把它拔出來 慢慢慢慢地用木筍攪拌 慢慢加忌廉 但是現在不用了 這個已經幫到手了 又是幾秒而已 對 越來越… 越來越鬆 好, 我們現在可以加最後的忌廉 是 現在這個狀態是適合我們中國人吃的 那種是擋蛋的 蝦滑的 蝦滑的 魚柳就有了 蝦膠就有了 我們可以再做醬汁 這個西洋菜汁 這麼中式? 對 海鮮, 我用了蝦皮 這個真的可以是很提鮮的 二話不說 連這個西洋菜也放進去 但是西式用的西洋菜 沒有那麼多纖維 因為中式的 在香港街市買到的西洋菜 其實它的纖維也算是比較多的 如果是歐洲的西洋菜 它的葉是圓一點, 大快一點 那些筋勁又沒有那麼厲害 沒有那麼多纖維 對 一滾, 我們就打融它 打它 對 搞定 打它數十秒就可以了 現在那個汁香到… 鹹鮮味 如果你知道 我們西餐不會用生粉打蜆 這次就用麵粉了 是 用那麼少油 是 但是如果開水 要很多很多水才可以… 開到稀 少許的油 就可以做到一個… 可以用來打蜆的麵糊 好, 浮起這些… 我們叫做Clorophyll 我們叫做葉綠素 我們有時候西餐會撇起這些 留住它 有什麼綠色的汁 就加一點點進去 就要滾到你要戴太陽眼鏡 我們加一點就夠了 麵粉的好處是 當你做結了醬汁之後 它的穩定性比生粉更強 是 對, 加一點鹽 這樣就行了 我們就可以倒起來 是 其實這個魚卷 法國人會把這些龍荔柳 他們會這樣捲 就這樣, 譬如你這樣 是 不斷捲圈 是 這樣 就釀下去 對 就是這樣 這種捲法, 雖然簡單 至少會站在這裡 就是圈有多大 但是你想養多少呢 也是隨意的 是 中間就擠一些東西 像我們這樣 就是這樣 擠 剛剛好, 足夠了 撕蝦的時間 頭部用來煮汁 可以留下來 但是蝦尾這樣 對, 想到是… 裝飾 做裝飾一流 這個頭尾和旗 你也可以蒸起來 是一個很好的裝飾 這個魚卷大約蒸80度 十一、二分鐘 這個, 一起來吧 好 熱辣辣 很棒, 謝謝 就是這樣 怎麼帶卡 你質疑我嗎? 不是 是 擺好你會打的 好… 快點… 走… 好 擺得這麼漂亮 是不是可以打卡 先打卡 先打卡 拍照好 拍完嗎? 要趁熱吃 對, 拍完就拍 對, 快點… 快點… Jacky 其實我很喜歡 魚和蝦這個組合 你幫我試試 配西洋菜汁合不合 好, 我不客氣 果然出自你的手 汁很搭配 魚肉夠嫩 蝦不是我們廣東人吃的 很彈牙的 對, 鬆鬆軟軟的 對… 有一點歐洲人吃蝦毛士的感覺 對… 好的菜式都要適香味俱全 而捲這個菜式 出來的成品賣相 應該會吸引一點 不過多點工夫 但也值得 值不值得就看煮給誰吃 如果煮給別人, 我覺得比較值得 煮給你 對, 你就… 這麼難餵你 馬上吃完就下班了 我車也叫了, 等你嗎 可不可以坐車坐 不過在香港買新鮮的大閃雞 也不容易 你別說這樣也被我找到 這麼厲害? 你看看 五斤重 但你這個老廣的做法 真的很不一樣 你嘗嘗這種煎雞的肉 對… 有彈力, 雞味又濃 香草烤雞 我們西餐是經常有的 但它的皮 說真的, 不一定脆 但你這個… 真的能看到它很脆 行動 好幾乎 好幾乎 來吧